洗头颜有所来了 强哥我准备测评几期 实力和名气不成正比的洗发水 就是这个有实力 但是知名度没跟上 其实不管谁家的产品 遇到这种情况都挺委屈 所以这个系列也可以叫 谁比谁委屈 今天先说这个来自法国的发朵 两年前我在华山论见那期 讲过 当时它还是这种金属包装 我记得有一次我洗澡掉到地上 差点把瓷砖砸开 发朵这个品牌 其实也是有几十年历史 法国洗户七君子之一 不是什么野鸡品牌 但是在国内似乎知名度 远不如其他几个法国洗户 名气那么大 我用过的这几个 分别是蓬蓬丰吟 温和维稳 私样女士和利阳男士 咱们先说这个蓬蓬丰吟 顾名思义 针对细软扁塌发 它这个料体脊穿很稀 香味很高级 淡雅的花香 也是氨基酸表活 清洁力温和 它这个品牌是非常强调 这个植物的概念 所以你看它每款包装的正面 都会写那么几个植物成分 像这款写的是龙头竹 欧尸草 杨尾林菜根 听上去是不是很神秘 这没有办法 没几个不明觉厉的成分 怎么好说自己是高端洗户 据说发朵它除了在洗发水中 添加各种植体物 还会用植物提取液中的水 去替代普通的水 来尽可能发挥植物的作用 这款洗起来泡沫偏少点 冲水有点色 单用洗发水 吹干后的蓬松感还是很明显的 再说白色瓶的这个 叫温和维稳 这个看上去像是一瓶乳酸菌 它也叫一身原温和洗发水 因为加了乳糖醇和木糖醇 所以这么一说 感觉更像是瓶饮料 但我可没说这个东西能喝 这两个成分加进来 主要是起保湿滋润的作用 这个产品它的香味 闻起来和蜂蜓的这个很像 也是很淡的花香 闻得挺舒服的 但它多了一个刮耳胶的成分 所以它在冲水以及吹干以后 比蜂蜓的这款都会更加的顺滑一些 它这个包装上写的是适合所有的发质 我用下来感觉是适合中性 或者轻度干性头发 如果是干性的中长发 就要再搭配发毛一起用 它这个产品名为温和维稳 因为是氨基酸表活 温和是没错 你说维稳是什么意思 我猜是不是指 如果用其他的洗得不爽 就用几天稳定下情绪 稳定头皮的情绪 接着我们说一下 这个私样女士洗发水 这个主打的是控油韧发 我以前用过的这个 它就是私样 但是新的比老的这个 成分变动并不大 但是它去掉了 争议性的防腐剂卡松 这下让看品先看防腐剂的人 不好挑刺了 这个产品它的主表活 是月月桂全聚米硫酸脂钠 所以在清洁力上 比前面两款会更强一点 它正面主打的是 这个金基纳树皮提取物 和银杏液提取物 这款挤出来 料体也是比较稀 香味闻上去有点像 薄荷口香糖 冲水偏碎一点 吹干后也是比较蓬松 同样主打控油韧发的 含有一款蓝氏启发水 叫这个利洋蓝氏 但这个的香味 我觉得是一种 令我比较迷惑的香料味 我觉得这个香味 出现在厨房 比出现在浴室更为合理 难道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安排给男的来用 但是这个香菇提取物 又是什么鬼 那我们男的就只配用香菇 听上去让人很难受 当然据说这个成分 能促进胶原蛋白的产生 这款产品它是一个两性表活 加氨基酸表活的搭配 所以是比较温和的 它的冲洗感受 和四样的这款挺像的 也是偏色一点 吹干后也比较蓬松 那我们来总体比较一下 温和维稳这款是适合中干性发 其他三款 风银 四样 利洋 都是适合油性发 所不同的是 风银这个它多一个聚浆岩七十 这个成分有更好的沉膜性 更容易给头发塑形 所以这三个虽然吹干以后 都比较蓬松 但是风银的这款 更容易给头发吹出造型 蓬松的维持时间也更久一点 所以如果是扁塌发 我觉得这个更好 四样 利洋这两款 它都是在空工的同时 通过添加一些成分来兼顾润发 按照官方说法 一个女士一个男士 但是强哥我也讲过 其实洗发水没有哪个成分 是看性别的 如果你这个要分男女 那其他的是不是就是不男不女 另外四样的这款 它主表活用的是个AES硫酸岩 强哥我是不采硫酸岩的 其实无非就是清洁力强一点 如果是搭配了一些温和表活以后 也是能够由头使用的 当然如果介意 你也可以选用这个 以两性表活为主的利洋 这几款洗发水如果有用过的朋友 可能会有感觉就是说 它的泡沫普遍会少一点 确实除了四样的这一款 就其他的三款的泡沫量都偏少 这个跟他们这三款选用的 这个氨基酸加两性表活的组合是有关系的 温和的同时就牺牲了一定的泡沫量 比起同样是出身法国的几大高端洗户 发朵这个价格不算高的 还能兼顾到这个感官体验和成分的温和度 所以对于这个平时用惯了 评价洗户想升级一下朋友 我觉得还是值得推荐的 因为它是一个专业的护发品牌 产品线也是非常的庞大 在国内光洗发水能买到的 好像就有十几款 所以如果你用过其他款 欢迎到评论区来补充交流 喜欢强哥内容 别忘了来个点赞转发 别忘了给强哥来个三连